苏禄苏丹后裔扣押国有公司海外资产 还向我国所长超过600亿令吉引起哗然 就在国会下议院议长拒绝反对党动议辩论苏禄课题之际 如今却爆出三名内阁部长针对此事 邀请国会议员参加闭门汇报会 行动党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指出汇报会今晚举行 但是地点却从国会议会厅转场到首都一家虎星级酒店 他质问政府为何一边高喊准结口号 一边却花钱租酒店而不是善用国会 行动党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今天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透露 反对党国会议员昨天接获议长邀请函 在今晚八点半出席在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举行的闭门汇报会 他说根据邀请函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南都斯里旺朱乃迪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南都斯里穆斯达法以及外交部长 南都斯里塞夫丁阿都拉都将负责进行汇报 随后将会有问答环节 针对这场舍弃国会议会厅 特地设在五星及酒店举行的秘密汇报会 我说是马里面的秘密汇报会 与此同时行动党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邱培栋 以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和升旗山国会议员黄汉伟 召开联合记者会 质疑政府在保住工作倡议下拨款二十亿令吉 承诺会创造三十万个就业机会 但是截至七月一号 只有百分之十七的目标群众 也就是大约五万名求职者成功就业 而二十亿令吉的拨款中 也只动用了百分之一点二三 大约两千四百五十九万令吉 他们敦促人力部长斯拉瓦南 应该查明这项计划 为何无法有效帮助民众就业 ini satu skim yang bagus tapi tidak capai jadi kita nak tahu apakah sebabnya tak ada orang pergi apply apakah kriteria dia apakah kerana kriteria terlalu ketat sehingga orang tak dapat berjaya mohon program ini dan adakah sepatutnya mereka ubah tambah baik proses dia supaya semua wajikan dapat mohon dan dapat 立法管制政治现金进展方面 国会跨党派政治现金委员会 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个月十三号 提呈私人动议给国会下议院秘书 希望可以提呈政治现金法案 规范政党资金来源 并杜绝贪污 kita belum menerima maklum balas tapi kita telah berikan notis kepada pihak se day one raya yeah supaya di betankan di dalam day one dalam bentuk rau undang undang persemblian dalam seksi ini 法案建议 只有政党能够接受现金或实物捐赠 同时来自个人的最高捐献是五万令吉 来自公司是十万令吉 而集团则是五十万令吉 此外 法案也建议政府成立一个政党现金局 处理捐献给政党的公共现金 凡是在选举中获得至少百分之二的有效选票的政党 就有资格获得总额一亿三千万令吉 法案也表示 关联公司法定机构或特定基金会禁止向政党捐献 同时也禁止政党接受来自外国政府或机构的捐献 八度空间陈伟伦正颖国会大厦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